前無線新聞主播柳俊剛 今日傳出燒炭自殺消息 中年42歲 人稱柳爺的柳俊剛生前開設頻道 不時發布影片教導說話技巧 而近期發布片量較少 對上一次發布影片是去年11月18日 柳俊剛輕生消息傳出後 網民都湧到頻道留言悼念 說好好在別的地方過、幸福過 另有網民表示震驚 因為柳俊剛經常常在做運動相片 而且為人積極正面 也有人說曾經上過他教導說話的課程 沒想到新年剛開始就傳來噩耗 有網民說老土的講句 2024年大家珍惜眼前人